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他迷惑 我们听了真言十二课之后 今天我们要回到其实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是什么 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了 十字架是什么 各位 就是你的心中完全的愿意 听从上帝 这个就是十字架了 各位 人的堕落是什么 人的堕落并不是人杀人 放火 犯奸淫 人偷 各位 人的堕落的一开始是 其实 魔鬼撒旦把不信上帝 不听从上帝的意念 放在人的心里面 从那时候起 人的心就高举自己了 人自己活 自己要成功 自己要成为伟大的人 人自己的生命里面 就是造出有一些伦理 道德 准则 然后认为这个就是对的 什么想法 什么意念 都是以人为中心 所以human first human 就是人先了 圣经是讲上帝先了 所以人人都这个光景的时候 人人都不认识 没有听从神的心的时候 上帝拆拍他的独生爱者 独生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唯一的 他活在地上的时候 33年半 然后最后他上十字架 其实只有一个message 一个信息 他是唯一一个活在人的有限 人的肉体的那一位 完全听从上帝的 什么是信耶稣 信耶稣的意思就是 领受耶稣的心 耶稣完全听从父的 领受这个心 这个叫信耶稣了